还有比如说你拿快递 对吧 你买了那么多东西 你就倒一个 你就拿一个不得了吗 你非得拖了很多 快递都到了 我去给你拿去 然后还得交人家支纳金 我还第一次准备了这种东西 那个支纳金都是我自己教的 你总说我迟到 那有的时候约会你也迟到呀 就有一次我俩已经好久没见了 然后我就订好了饭店嘛 特别难订 然后我就等着他 就是已经约好时间了 然后结果他说 他跟朋友打麻将来不了 那打麻将 那是之前也就说好了 然后咱俩的约会呢 是打麻将结束以后 可是你也答应我了呀 那朋友比我重要吗 不是朋友比你重要 是正常的打麻将 你提前来找我了 那我只能打完了再跟你约会 这没有错啊 好像看起来是因为职业产生的 其实背后肯定有很多 其他的这个因素啊 男生除了爱打麻将 还喜欢干嘛呀 还喜欢喝酒 就平时就快让他 有的时候吃个零食 他又想喝点 主要他酒量还不行 就有一次跟他朋友去喝酒 然后喝多了 跟隔壁桌就吵起来 他就要动手 那不是跟人家动手 然后我劝他也劝不住 因为他就喝酒之后 就已经控制不了理智了 就谁说话都听不了 当时我就说 你要再这样闹就分手 他说行啊那就分啊 然后他朋友就在旁边说 他开玩笑开玩笑 你别拿那话当真 就朋友都在劝 但是他还是那样 那是我喝酒 我只是跟朋友们喝 也不跟异性喝 你还想跟异性喝呀 然后你说跟人家 顶多也就算是个 吵了个架 而且那也是对方的错 也不是我的错 但是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动手就不对了 主要是你喝多了 你控制不住自己 你没有理智 那我现在也不怎么喝 我就偶尔自尔葛家 喝个一瓶 那就当饮料喝了呗 下饭呗 那是因为你要跟你朋友去 我不让你去 所以你才不去的 要不然你肯定会自己去的 你女朋友是不是管你 管得还挺严 比较严 相当严了相当于 好 除了管你喝酒还管你呢 管喝酒打麻将抽烟 基本上能管的事都管了 这不就都为你身体好吗 少喝酒少抽烟 那天天人就活在世上吗 那不得应该快乐一点吗 对吧 那什么都不让干 天天就上班下班 说明他很在乎你啊 就三点一线了 挺没意思的 这不说明他很在乎你吗 就在乎 是在乎 但我不希望是变成控制那种 他在控制你吗 感觉像是在控制我 比如说你会觉得 什么是控制你的呢 比如说就是我花钱这方面吧 就是我感觉正常男人们 爱点电子产品 或者更新换贷得比较快 我想用点新鲜的东西 这就不行 就是个人爱好 他总是在就是控制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有车贷有房贷 我觉得在 他那些显卡什么我不懂 但是就是苹果12不刚出吗 然后他就非要买 我的意思就是等 降价一些再买吗 而且他现在用的手机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就非要买 我说咱现在还要还着贷款 然后他就不高兴了 就这样 我是在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苹果嘛 不是刚出5G吗 之前初十一的时候 我也没想着换 因为这出了5G 正常我的手机卡也是5G的 所以我就想换了 用一下新时代的产品嘛 你说要说花钱的话 那你养的那些猫 你一个月还上千了 你养了一只猫 生了三只猫 然后你关键是花钱是小事 你还不管 一弄我一个月去收拾四五回 给那猫被吃的 还馋死 对吧 完全没有那么多次 你最多去过两次 因为我家那个母猫 生了三只小猫 然后刚两个月还没有断奶呢 因为那三只小猫 我是都准备送朋友的 但是至少得等小猫断奶之后 然后有的时候 我出差两三天 没法照顾 我就让它有的时候 去我家帮忙照顾一下 然后它就不愿意了